乌尔开战第三十三天 俄罗斯在上个周末罕见的轰炸西部大臣利维夫 由于有好几个大使馆都已经从基辅签到了利维夫 莫斯科此举警告异味浓厚 另外他们也持续轰炸北部的切尔尼哥夫 美国五角大厦的官员就指出了 说俄军已经停止对基辅的进攻 转而攻打东部的顿巴斯 战略上头已经出现了明显转变 瞄准地面设施轰炸冒出浓浓黑烟 俄罗斯不断释出最新攻击画面 上个周末更罕见袭击西部大臣利维夫 消防员拉水线灌旧 花了十四个小时才扑灭除油设施大火 高精准巡弋飞弹也击中军事设施 居民听到警报大作吓得拔腿狂奔 小朋友满脸惊恐 紧紧跟着大人躲避战火 但也有一群人愣在原地 看着眼前轰炸地点冒出浓烟 躲在防空洞内还是惊魂未定 乌克兰多座城市不断被无情轰炸 下一秒不长眼飞弹可能就砸落眼前 英国媒体深刻感受到生死一瞬间 一群人手忙脚乱赶紧爬回车内 距离基辅大约130公里的切尔尼哥夫 炮集没有剑断 尽管有持枪士兵护送 但他们的武器根本不敌 二军火炮 第二大城哈尔科夫经历好几天炮火洗礼 到处断圆残壁 一片废墟中乌鸦提叫声更显凄凉 距离基辅35公里的维石夫 幼稚园内小朋友的柔毛娃娃 已经沾染灰尘脏污 想到无辜丧命的孩童 幼稚园老师崩溃落泪 二军毫不留情全面轰炸下 双方展开激烈交火 乌克兰积极反攻下 包括基辅近郊的马卡利夫斯托扬卡 通通沦为俄罗斯的军车坟场 而位在乌克兰北部的斯拉夫地奇 尽管被俄军占领 当地居民却丝毫不畏惧 居民拿出乌克兰国旗 一起上街示威反抗 要求俄罗斯释放被俘虏的市长 而俄罗斯开炮回敬 突然一声巨响冒出阵阵浓烟 接着无数强声 没有仓皇逃命 没有今生尖叫 上千位市民和平示威将俄军逼退 类似画面也在南部赫尔松上演 居民示威到一半传来爆炸声响 现场还有俄军留下的烟雾弹 却没有吓跑乌克兰人 越来越多军民聚集 还高唱国歌反抗 尽管俄军不停轰炸 但乌国成功反击下 也凝聚更多乌克兰士气 TVBS新闻综合报道 马里乌波尔持续遭到俄军封锁 整座城市几乎变废墟 针对俄国媒体表示 已经有将近45万的难民 进入了俄国避难 乌克兰则是反击 是被强制转移 泽伦司机更指控光是马里乌波尔 就至少有2000名的孩童被带走 俄国还不断的轰炸人道主义的车辆 水跟食物根本是难以进入 焦黑的大楼墙壁 破碎的门窗 前方一辆废弃坦克 地上还有手榴弹残骸 民众背后的房屋 被炸得只剩下一层空壳 放眼望去 马里乌波尔市区内 近视残破的景象 有人冒险回家 原本温馨的家面目全非 终于看到一个熟悉的物品 老太太忍不住哭了出来 路边随处可见临时挖掘的坟墓 随便拿块木片或铁片 手写记下姓名与埋葬日期 或是绑出简陋的十字架 勉强放一束塑胶花 幸存的居民则抓紧机会 利用记者的镜头 向家人报平安 乌克兰东南部港市马里乌波尔 自开战以来 就遭到俄罗斯以武力逼降 除了军队包围 还实施无差别轰炸 民众身心饱受煎熬 宛如生活在人间烈狱 留下的人满脸绝望 但想要离开逃亡路上同样不满危险 马里乌波尔这对夫妻 先生带着怀孕的太太逃亡 就一度被迫掉头回去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谴责俄军包围 马里乌波尔 断水断粮 已经引发灾难性的人道危机 有幸逃出的民众搭上渡轮 平安抵达罗马尼亚 谈起围城惊艳 说马里乌波尔已经什么都没有剩下了 没有什么都没有 全都毁破坏了 所以我们移开了 你住在地图 我们三个月住在地图 没水 没水 没灯 没水 全都毁破坏了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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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军的地面攻势受到重大挫败 乌克兰军队甚至在北部多地发起反攻 要将俄军赶出基辅、哈尔科夫等地区 但是俄国改变策略要集中军事资源 占领乌东的顿巴斯地区 让乌克兰分割为东西两边 马里乌波尔刚好位在乌东区域内 接下来只怕会遭到更大压力 TVB的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了不少士兵阵亡 乌克兰表示出于人道关怀 正是用脸部的辨别软体来认出死亡的军人身份 交给一轮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超过一个月时间了 现在在乌克兰的军方统计 从2月24号战争开打 有15000名的俄国士兵是在这场战争之中丧生 俄罗斯则是从3月2号开始就没有再更新数字了 不过当时停留的数字是在498名的俄罗斯士兵 在这场特别军事行动之中死亡 这些俄罗斯的士兵到底要怎么回家呢 乌克兰的副总理他们说用了一个AI的科技来进行 这叫Clear View 它是可以来辨认这些俄罗斯的士兵 怎么做呢 他们号称说他们的系统有数十亿的照片资料库 可以来查找俄罗斯的士兵社交账户 然后再告知俄罗斯士兵的家属 甚至他们还创建了一个Google表单 让俄罗斯人可以上去来找自己的人 而且可以看看自己的家属到底有没有在这场战争之中身亡 不过这牵扯了很多问题 包含有人认为这是侵犯了隐私权 甚至过去我们在这个验尸上头 都是采用DNA或是牙齿以及指纹 那用脸部的AI系统来辨识真的有办法吗 所以法界医界都不太能够接受 甚至战争之中一定会有受伤的情形 所以如果是脸部受伤又更难辨认了 会不会有误认的情形呢 那这件事情俄罗斯又怎么讲 他们是说乌克兰的假消息真的很多 那有关于俄罗斯阵亡的士兵 他们说国防部会处理 战争引发难民危机 其中有人是阿富汗的难民 已经连续逃难了四次 有两次都是为了要躲避俄军 他从阿富汗逃到了基辅 想不到又遇上战火 俄军的轰炸让乌克兰居民向外逃 当中有人已是第四次成为战火下的难民 正面住在基辅的阿富汗难民 用年时在阿富汗就曾被迫躲避俄军 但走了俄罗斯还有塔利班 而第三次是去年 美军撤离阿富汗 他们逃往乌克兰 现在又因俄军侵略逃到波兰 语言不通连搭火车都不知道怎么办 他在美国定军女儿 希望帮家人寻求加拿大庇护 二战时俄军炮火阴影人在 这名乌克兰阿嬷 抢起一生经历忍不住室内 87岁了竟得再度躲避俄军 流离失所逃难路茫茫 对战火下平民来说 想现实安稳怎么这么难 TV宣科顺雄陈入管综合报道 俄罗斯宣称对乌克兰的第一阶段任务已经完成 第二阶段将会聚焦在乌东战场 而乌克兰的情报局则是指出 说俄军在基辅的攻势失败 想要推翻泽伦斯基政府是已经不可能了 而现在是把战争聚焦在乌克兰的东部还有南部 可能会透过支持乌东独立 把南北韩的模式套用在乌克兰的身上 让乌克兰一分为二 俄罗斯坦克往河岸靠近 路上还有整排的V字军车 这是俄罗斯国防部周一公布的新影片 似乎想强调他们的军事行动都还在进行 绝无被逼退 俄罗斯还声称一天内 击中36个乌克兰军事目标 之中包含4架的苏-24战斗机 只是曝光画面 疑似只有无人机 说法有待证实 而俄罗斯总统普清周日露脸发表演说向士兵打气 另外莫斯科医院也公开表扬伤兵的画面 只是战争拖了一个月 俄罗斯似乎开始想找台阶下 突然宣布未来将聚焦解放东部顿巴斯地区 其实这一区本来就有两个亲俄分裂势力范围 包含卢干斯克和顿内刺客 当地叛军领袖随后配合演出 表示要在最短时间举行公投加入俄罗斯 不过乌克兰情报局长布达诺夫表示 俄罗斯野心还很大 现在想将乌克兰沿着聂伯河切成两半 分成乌西汉乌东 俄罗斯似乎想模仿韩战模式 控制整个河岸移动的范围 但也有美军认为俄军的想法还是太乐观 九公不下乌克兰 俄罗斯传出已雇佣二名昭彰的瓦格纳集团佣兵想暗杀泽伦斯基 华格纳集团由车臣老将乌特金发起 他和普清关系紧密 而长期研究这个单位的专家直言 这个集团就是普清的私人军队 克里姆林公想极力撇清了还有各种战争罪行 俄罗斯近期除了将德国最大报网站封锁外 俄罗斯两家独立媒体采访泽伦斯基的片段也被禁止播出 不过该媒体集团无惧打压继续转往乔治亚开台 不让俄罗斯人被蒙在谷底 对于专访被封杀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很酸普清 痛批俄罗斯不只想残害自家的言论自由 还想干预邻国 最后只会自食恶果 美国过去给人的印象就是世界警察 但有一份研究指出 说年轻一辈的Z世代不再对美国最伟大感到深信不疑 交给一轮 现在在台湾大概二十几岁末到三十几岁初 之前都被叫做一个名称叫做草莓族 这是对世代的一种标签 其实在美国也有 现在新一代的年龄层都叫做Z世代 是大概在十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 比较年长一点点就变成Y世代是二十六岁到四十一岁的 美国有一个2020年的人口统计 发现四十岁以下的人口占比 已经来到了百分之五十点七 这是首次超过半数 所以刚刚我们讲到的Z世代 它的占比已经来到了百分之二十点三 选民是百分之十左右 那Y世代则是有百分之二十七 不过他们在深入分析也觉得说 这个Z世代其实都比较偏向民主党 也就是现在美国总统拜登的政党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2020年大选 川普跟拜登之间的比例就非常悬殊 所以就有人说Z世代是救了美国 不过这倒是比较偏向民主党的支持者 可能所有的言论 但到底现在美国还是不是世界的霸主 还存不存在优越性呢 Z世代认为只有百分之十四有这样的想法 那Y世代只有百分之十三 那如果偏向比较年长的X世代 或是婴儿潮一代沉默一代 他们都还有百分之三十四十左右 所以被解读没有冷战记忆的这一群 Z世代跟Y世代 是对美国再次伟大的信念比较低 那Z世代最新的这个年轻人 其实他们现在的想法确实跟以前非常不一样 他们的族裔更多元 教育程度高 看法更务实 甚至推动政治社会的变革 对象是气候议题的变迁 或是移民问题都更在意 而乌尔战争带来的效应也包括 让曾经遭遇核武袭击的日本 也开始思考是否该拥有核武 再请一轮带我们来看 这场乌尔战争确实让很多国家 正在思考到底要不要重新拥有核武器 那就是因为乌克兰原本是世界的第三核武国 但因为美国跟英国的说服之后 他们弃核 但这一场战争 其实美国都没有出兵来帮助他们 所以也让世界好奇 到底该不该成为核武国呢 就连日本也在思考 但日本思考就会让大家觉得有点奇怪 因为它是世界上唯一遭受到 核武器攻击过的国家 而且还两次 一次在广岛 一次在长崎 所以在1971年的时候 日本宪法就已经禁止 任何核武器进入到日本的领土 那当然日本的前首相安倍晋三 一直都是属于永和的 所以在二月底的时候 乌尔战争一开始爆发 他也曾经抛出过 是不是日本应该有核共享 就在日本的领土部署美国的核武 可以共同来进行运用 这跟这几个国家有类似的想法 也就是德国 荷兰 意大利 比利时 他们在境内部署了美国核武 那一旦发生了核战之后 这些国家就可以来帮无核武的国家 代表美国来向目标 也就是敌人发射武器 不过像是安倍晋三的这种说法 马上遭到现任的首相 岸田文雄的say no 他认为说是不可接受的 为什么呢 因为岸田文雄他是来自广岛 或许对他来说 有一层非常伤痛的记忆 但日本为什么现在会讨论这件事情 当然是有主要敌人 除了中国大陆的军力 日益强大之外 像是北韩现在也频频在试射合武 都让日本非常的忌惮 所以像是教授岛田阳依旧认为 日本确实是需要独立的武器 来对抗中国跟北韩 那像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核威胁 也刺激了很多日本政客 这一回的战争 乌克兰是大量使用标枪跟刺针 飞弹等等武器来创造意外的丰硕战果 现在就有立委提出了 应该要让后辈较召眼纳入 这一类武器的训练 但事实上所谓的不对称作战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简单 乌克兰的标枪刺针大杀四方 瞬间让昂贵的俄军战车 化为焦黑废铁 丰硕战果让这两款简易式武装声明大噪 但背后的原因恐怕没这么简单 一般人看到乌俄战争 常常出现一种不对称作战的迷思 就是一些相对廉价的武器 像是无人机或是弹药 就能有效克制如同战机战车 等等大型的武装载台 但却忽略了 这些不对称武器要能发挥战果 仍然必须透过精准的情报资讯 而情报的来源 就必须透过像是卫星或是雷达 等等昂贵的传统战力 自征飞弹的有效射程4800公尺 作战高度3800公尺 而标枪飞弹最大射程4750公尺 碍于寻标极限 有效射程仅仅2500公尺 这样的短程接战距离 却能有效实施精准打击 依靠的绝飞武器的表面性能 其实乌军有这么好的表现 是因为背后有美国 跟北约盟军的太空部门 以及情报征收 以及网路的部门 在给予强大的资源 因此在整个战场上面的管理 透过了后方 整个立体空间上面的资讯 能够报到俄罗斯入侵的 不管高空或地面的坐标 给予前线无军的精准的打击 美军最新作战理论 被称为多域一体化 除了传统陆海空域 还加入了网路 电子以及太空等非传统维度 结合电磁干扰 网路攻击以及卫星情报 让标枪刺针这种简易武装 发挥加成战力 而这些军备看似简单 但实际操作上却难度极高 以标枪飞弹为例 连美军教犯都要花80个小时才能学会 在国军而言更属于高阶专长 士兵要训练136个小时 士官还要再外加119个小时 而刺针飞弹的训练时数还要更长 标枪飞弹在锁定目标时 飞弹上的电池冷却单元 仅会为飞弹提供4分钟的锁定时间 但如果射手没有在这个时候 锁定目标并且发射 时间到了之后 还要为飞弹更换新的电池 此外正确的瞄准目标图像 和掌握发射时机 也需要专业的技术与判断 刺针飞弹的限制更多 它的冷却时间只够45秒 看到乌克兰的标枪刺针 创造显著战果 国内有立委提出 应该把这类可稀式武器 纳入后备叫招科目 但实际执行也有难度 根据110年度国防部公开预算指出 我国对美采购400枚新型标枪飞弹 再加上过去库存 总数超过1100枚 受到通货膨胀影响 武器越来越贵 2019年标枪飞弹单位报价 已高达17万4千美元 而标枪射手还必须透过常态性复习 维持射击手感 绝非想象中用过其丢的廉价军火 所以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军方要有一个 他自己从志愿役开始 然后到将来也许一年或四个月 是个兵役 这些现役的人你一定要先训练好 接下来我们再去讨论后辈的问题 这个事情一定是现在要先做好的 绝对不是说我们今天去把后辈 先怎么样要求到一个标准 试问一件事就好 当那些教导现役或训练役的人 都做不到水准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要后辈去做到 在华丽的军事理论 终究得靠高素职人力来支撑 完善的训练制度 永远是强化军力的无二法门